小五 我还是不敢相信 莫愿他真的回来了 珍珍 你先在这里守着 我去将小五带过来 你要去告诉小五 这是他师父 他用心头血 为了七万年的人 他判了七万年的人 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五 让他马上来 不行 你不能就这样去 你的意思是叶华 对 我就是害怕叶华会多想 你要记得 他是天族太子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 这样对待别的男人 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 这也不妥 可叶华早已经知道 莫愿的存在了 大子民宫一战 就是他将小五和莫愿 给救出来的 你忘了吗 这不一样 就算他见到莫愿的先帝 也肯定知道 莫愿已经魂飞魄散了 可如今莫愿的元神就在这儿 总有一天是要彻底 返回昆仑须 重振天族的 这可不懂 此时的莫愿对他来说 是一个真真正正 活着的人 你说得倒也不错 看来我让小五知道之前 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 见一见了 是 君上 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能看 无妨 何事 哲言上臣来了 哲言 哲言上臣 太子殿下 不知上臣前来所为何事 莫愿要醒了 莫愿要醒了 是吗 太子殿下 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只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 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 正在慢慢地恢复元神 不认识 照眼下估计来看 大概还要七八千年左右 才能真正地回归到仙身 昨夜我去看莫愿的元神时 忽然想起小五他拜师的那一年 他初次上昆仑须 就是我带他去的 就是我带他去的 那时他听说莫愿是个战神 开心许久 还以为 莫愿一定是那种 有着三头六臂 气吞山河的上神 没想到 拜完师后 他竟然还难以相信 莫愿竟然长得如此莫愿 喂 你真没讹我啊 他真的是四海八荒 唯一的战神莫愿啊 怎么 你都已经收了人家 欲清昆仑膳 也拜了师父 难道后悔了 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 我何处不像战神呢 师父 你生得如此秀气 像极了细折子上那种 与樊间小姐 在后华园私会的小白脸 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 你是为师我 像小白脸 梦远 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毒点 日后你可以有得受了 你可饶得受了 自己拥净 天公 好 好 只是一时赶怀 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 无妨 叶华 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末月吗 没有 但我真的认错过 甚至于到昨晚上 都还在恍惚呢 我要去找小五了 爸 上身请留步 可有什么法子 能让末月上身早日醒来 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末月早醒了 只是浅浅这七万年来的素缘 末月上身早醒一日 浅浅便能少等一天 好 那我就坦白告诉你 如果想让末月早醒的话 首先我需要截破灯 截破灯 上身醒了 你先洗把脸 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 不必了 我想去趟紫辰店 陪团子一起用早膳 他应该会欢喜的吧 是啊 小殿下可喜欢上身了 一定会高兴的 我这就带上身去 谢谢 罢了 我还是去上清境吧 少臣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 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 还是避避嫌吧 妹妹昨日一直在紫辰店里 陪乐虚娘娘照顾小殿下 京城终是脱身 便急匆匆地赶过来 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 你竟然这么急着来拜我 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 现在才拜 这天宫 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 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 必得收拾出和宜的礼度 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前程 这按照天宫的规矩 姐姐方知天宫 妹妹便该来参拜的 只是这件大事 君尚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 事宜昨日初见 竟没能认出姐姐来 殿前师仪 都让姐姐笑话了 此番妹妹来得这样迟 先给姐姐赔不是了 却是我初来乍到 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 听你这样说起来 倒还挺有趣的 那你便依着这规矩 来拜我吧 方才妹妹已经败过了呀 败过了 你这败也太平易近人了 你这又是做什么 方才那一败 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 现在的这一败 确实要拜恩人 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黎的照拂 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 阿黎打小便失了母妃 因着姐姐的容貌 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 如此失礼 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 担待倒不必 我很喜欢她 君上对阿黎的母妃用情很深 当年阿黎的母妃跳诸仙台 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 被哲言上神救回时 在紫辰殿一躺就是六十多年 姐姐你看 这一蓝芳华丽埋怨的桃花 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黎的母妃所种下的 君上这两百多年来 本有一时是愉悦的 引起来 我一定会免到许可 可是我可以先把母妃打造成一个 只是因为和阿黎娘亲 长得很像 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 瞧了许多这样 桥段的戏本子 方能入目三分地领会 她这个话背后的意义 你既和我推心置腹的 说了这么许多 我也应当同你 讲几句心里话 姐姐请说 肃锦 你心里所求的东西 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 做神仙 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 姐姐说的话 妹妹听不太懂 听不懂是吧 听不懂的话 回去闭门思过几日 自然便懂了 是 先别急着起来 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 我这个人呢 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 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 你若说 要来正经地拜我一拜 须提前三日沐浴更衣 支斋焚香 三日后 方可向我行三跪九寇之礼 这里是麻烦了些 但若是你那夫君叶华来拜我 我也是受得起 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 我觉得太过繁琐 一一守 心意到了便可 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地拜我 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 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 都是妹妹疏忽了 再者 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 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 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 所以你还是跟着规矩 叫我一声上神吧 上神 你退下吧 是 如果发电话 中国人请订阅 什么事 是